大家长那边 似乎出了些问题 星北草的小师叔 已经死了 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 我的好兄弟 我们家族 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 想要赶快将大家长 接回总部 现下的紫薛 不应该重新的正乎 你来的正是时候 大家长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 可 神医呢 我这么一个大伙人站在你面前 怎么就看不见呢 这姑娘就是神医 不是 走了走了 姑娘莫怪 这是神医的弟子 先过来帮师父看一下病情 姑娘随我进去 对对对 我觉得 这里好像有鬼啊 头儿 你回来了回来了 嗯 大家长在里面等你 姑娘 请 大下长 来回药庄的人来了 许久没见面了 上次见你时 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 上一次见大家长时 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准备拔刀的杀神呢 现在也随时准备拔刀 不过是头发白了而已 那便不多言了 好 先准卖吧 看看现在的大家长 还能不能拔起刀来 我 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 每年等着的便是冬天赶紧结束 可偏偏冬日一逝 却又下了一场雪 又迎来了你 掏扰了 杀手临门 却还如此有礼有节 你是苏家这一代的第一高手 执散鬼 苏木鱼 有幸能让唐二老爷 听过五日明日 暗和天下第一的杀手组织 在朝能杀皇亲国旗 在野可灭江湖大派 而你执散鬼 更是被暗和大家长选中 成为了其直属杀手团的首领 接任了魁的位置 所以今日是大家长派你来杀我的吗 唐二老爷误会了 我今日只做旁观 哦 所以我真正的对手是 自然是我 don Best player lebih好 啊 对 过新闻 弥Maybe